非翼拖車司機躺在地上哀嚎 向一旁的遠景哀求 美國俄亥俄州一隻警犬攻擊民眾 全因為遠景刻意放狗咬人 23歲的非翼拖車司機羅斯 之前在公路行駛時遭到遠景攔下 說是拖車沒裝擋泥板 沒想到一下車就遭到十多名遠景 拔槍指頭 傻眼的在後頭前來支援的遠景 不顧其他遠景勸阻 放出警犬攻擊狠咬 等到螺絲滿身是傷才罷手 不滿被暴力對待的螺絲提出控訴 整起事件才曝光 受害者律師批評遠景歧視濫權執法 後來放任警犬的遠景因此免職 而美國警方遭控濫權的還有這裝 加州洛杉磯局長鏡頭前痛批自己人 說的是一年前在公路攔下 這名非翼婦女拉塞爾的坐車駕駛 因為酒駕被警察攔下 他則因為孩子沒坐安全椅和警方起狗叫 拉塞爾當時手上還抱著孩子 卻被遠景當殺爆毆打 祕魯及的打人影像 时隔一年警方釋出 拉塞爾決定提告 而初見的遠景已經被免職 治安部門也針對該起的案件進行調查 TVBS新聞ацион calf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HP